前晚在大角咀, 有一宗交通意外 司機不顧而去, 傷者還在昏迷 傷者是記者 之前的報道非常出位, 得罪不少人 所以CID覺得有內情, 現在扔他過來 這傢伙說來自首 他說他就是劉淳那宗交通案的司機 包少龍, 當時是怎麼樣的? 當時我趁他不在這裡 拿了一輛車自己來用 誰知道就遇到意外 我為了避一隻狗, 中了一輛電單車 又是這些, 你有沒有誠意? 人家以為我沒錢聘請吃東西 謝謝你, 又用我的錢萬歲 那應該謝謝你才對 又用你的錢, 又要你去買 不如這樣吧, 多拿一百塊來 差一千塊錢, 差你 沒有 你呢… 這麼空閒?你們不用做嗎? 沒有, 之前遇到記者那宗案件 帶人家治了手, 但普通是Helen1 沒錯, 查到當時 趙巿那輛車的貼著 就是那個幼稚小姑娘 那個副二袋? 他經常想八卦雜誌 不過事發的時候不是他開車 是他的司機 趁老闆不在這裡的時候 說拿車去威風, 誰知道就炒車了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挺複雜的 就像吃東西一樣, 放進嘴裡就能吃 好, 不用了… 包少龍先生 你的案件現在轉郊去交通意外調查組 你去這個地址找理想 謝謝, 老闆 老闆, 我想問一下 我的案件是否嚴重 你求神拜佛都看過雙子無線 要不然就不像不小心駕駛 而是不小心駕駛導致他人死亡 你就可以走了 謝謝 有東西吃 謝謝司機 司機哥有我的錢請客 謝謝 不用多謝 剛才那個就是遇到人的司機嗎? 是呀, 但他算是有人性, 會來自首 但我記得那個司機明明戴著眼鏡 而且他的樣子也不像 沒什麼奇怪 誰呢?可能駕駛了一會兒才大眼鏡 珊姐 有多少個西多士? 司機哥, 別玩了, 這麼快怎麼看得到? 那倒是呀, 這麼快怎麼看得到? 車子這麼快 你也不會看得到司機的樣子 但他的髮型和身形都不一樣 你睜一眼看得到嗎? 那倒不是 如果睜一眼看得到這麼多東西 你一定看得到阿昌 金錢真是暗戀博士的 撞死你 幹什麼?我這種人嗎? 走開來 我昨晚上網看了一整晚的資料 我發現那個高梁張張照片都是戴著眼鏡 而且看回他的身形 那晚開車的應該是他, 不是他司機 我很欣賞你這麼認真 和實施求施的態度 有幾成肯定 昨天Money姐和機制已經問過高梁 高梁也證實了包少龍的說法 假設開車的真的是高梁 那他的證供就不可信了 看副相 高梁鋪上社交平台 那天他坐在遊艇上台 計算時間, 當晚武漢在那裡出現 以今天的科技, 照片可以造假的 不是, 你多想了嗎? 我依然覺得這宗案件很有疑點 好, 如果你覺得有疑點 又不相信照片的話 你就求證客能帶我提醒你 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有限 我們重案做了很多宗案要跟進 更何況這件事包崇如已經認了 也將它轉移給交通部 就算要查也是交給交通部的同事去查 我們是否應該相信他們? 早安, 少爺 吃早餐吧 阿龍, 開少爺 甚麼事, 少爺 看過甚麼 我正在看今天的新聞 有甚麼新聞? 那個司機還沒醒, 少爺, 我會不會有事? 不用怕, 怎麼會這麼容易死? 總之你聽你過了之後, 我不會代博你 少爺, 我不想坐牢 就算他真的死了, 還是交通意外 我找個大律師幫你搞搞他, 有甚麼事? 但我真的還有點害怕 我比你害怕 這件事如果我爸爸知道了 他一定會餓死我了 不過幸好有你 是, 我想要叫你搞那件事, 搞得怎麼樣? 我覺得少爺應該不會這麼做 那有什麼事就談不上了? 好, 暫時還沒約 我不管 總之她的所有事, 我也要知道 是 是, 少爺的事是不見人的? 少爺的事, 你比我清楚了 怎麼了?少爺 不是, 全家的狀身又痛 不是G, 是A, 還有手腕放鬆一點 好…好, 再來 老闆 雖然你先天不糟, 但我都可以將勤保住 我學得這麼快, 也算是先天不足 有音樂感不差 看我跟誰比 你這麼神心學琴, 談給我老闆聽 你多事 看你的反應就知道 是, 隨便你怎麼想呢 不說不要緊 打算一場朋友有好東西給你 什麼? 餐廳? 我朋友開了一間法國餐廳 東西又好吃, 環境又好 我街市還有八字 那也是一般吸引而已 那裡還有一部很漂亮的鋼琴 可以讓你大獻身手 這麼棒? 那就是了 是嗎? 就是我剛才說的就是 你示範一次八級的水準來看 你到時候彈好一點, 不要浪費 來…來…看表演 小心 好, 坐了這麼多個鐘頭機, 累不累? 一點吧 說兩天就沒事了 說兩天就沒事了 對了, 雪糕怎麼辦? 有我的照顧, 有問題的 我有話想跟你說 對不起, 等等 請坐, 我要怎樣 好, 好, 行, 知道了 你剛才想說什麼? 沒事了, 稍後再跟你說 好, 我們先吃飯 我的餐廳怎麼樣? 好嗎? 氣氛不錯 你喜歡以後 對了, 為什麼要來到這麼晚吃飯? 朋友介紹的 我打算你坐飛機這麼久 吃一頓好一點 對了 我有話想跟你說 好, 先去廚房 稍後回來 露營 你 בר 你 是 我最悠悔 找到了 生日快樂 謝謝 你何時學會彈鋼琴的 我沒多久,彈得不錯吧 你特地為了我去學教嗎 你之前說想我學習 待我稍後再厲害一點 可以跟你一起彈 對了,你剛才說有甚麼想跟我說 沒事了,我記得先跟你說 好,來,乾杯 麥律師 怎麼這麼好? 帶著哭來探望我 是嗎?豬,謝謝你上次 介紹這麼棒的餐廳給我吧 不用經意 那何費呢? 下次還有學費嗎? 下次可以嗎 這麼辛苦教你,都經常都這些嗎 禮物也有份吧 除了禮物,我也要想想送甚麼 說笑而已 嚇得我 怎樣?哄回我女朋友嗎 我說哄不哄的 你們兩個人相處 還有一些小風波 那現在多少個波 風平浪靜,所有的風暴除下 這麼樂觀? 這些你不會明白的 為什麼呢? 你做律師的一向都很理性 你的感情,你真討厭一點 誰說的? 我說的 要不然你不會到現在沒有男朋友 一定有原因的 不過你不要忘記是我這個模式的人 教你如何哄回我女朋友 那就謝謝你,愛情專家 謝謝,奇叔 老爺已經回來了,先喝杯茶吧 是呀,Yoyo是不是在家? 你說了又說,這狗好像沒見到他 沒有,我有事想找他 但是打極了也打不到給他 如果我見到他,我們去說一聲吧 好,我出去做事 你這個人也挺多事 Yoyo是我老婆 她跟你什麼關係? 上次我介紹了那個律師朋友 讓她認識 我朋友找不到她 所以就替我問問 是嗎? 你這個人也有律師朋友嗎? 你是不是有什麼誤會? 我沒有誤會 我說你這個人多餘 我沒有誤會,來到我家鞋子都不娶 你以為這裡是你家嗎? 你知道地賤多少錢嗎? Livin,來了 爸爸 爸爸 又在這裡駕駛你大哥嗎? 不,我們聊聊而已 你看你大哥,經常保住你 你經常欺負你大哥 Livin,別管他,我們去花樣坐 不和媽媽真的不和媽媽 連那個英文名字也難拚過人 N.E.L.P.H.E.N.有多難拚? 你的英文程度不好吧? 視差彈吧 臭小子 少爺喝了 謝謝你 兒子,我怪你弟弟 媽媽死得早 所以皮疙瘋是古怪的 這件事都知道了 所以千萬不要放在心裡 你放心吧,爸爸,我沒事 今天最好 是呀,我回來了,我是想問問你 我看新聞知道兩輛車出事了 現在處理性怎麼樣? 沒事 那個司機阿龍 他不小心為了避狗撞到人 是普通交通意外而已 不用擔心,沒事的 好,那就好 對了,我也有些話想跟你說 這裡我想以你媽媽的名義 捐些錢給慈善機構 這裡有三間慈善機構 你看看,喜歡哪一間 不用了,媽媽走了這麼久 明白的 不過爸爸覺得,你小時候 為你和你媽媽做了很少的事 現在我想做一點點事 幫你媽媽積穩一點福 也當是幫你完成你爸爸的一點心願 好不好? 但是媽媽這份人喜歡低調 我想… 沒問題 這樣吧,你先拿回家看看 看完之後 或是找機會我們再商量一下 好 喝茶吧 對了,Yoyo有沒有聯絡你? 沒有,剛才我有事去了她家 也不見她 這麼奇怪? 上次明明約了一個買家簽約 但是打電話也找不到她 不過我看她的家人 好像一點也不緊張 或許她可能真的有事 所以聽不到電話而已 那倒是 如果她真的有什麼事的話 我想她家人更緊張於我們 當然了 對了,高家的人 從來都不跟有輕易來往 你跟她們有什麼關係? 之前我有親戚跟她們有來往開 不過現在也很少聯絡 Yoyo呢?前女友嗎? 她就是我從小認識到大的好朋友 小姐 那真的要感謝你介紹這個客人給我 阿龍撞車的事搞得怎麼樣? 搞定了,沒事了 真的? 阿龍駕車一向都很小心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她認識了一條女兒 她認識了一個女朋友 想要開車最威風嗎? 她認識了新女朋友? 爸爸,她是工人的 你別管那麼多,好嗎?沒事 沒事… 我想問問你 對了,戶口那二千萬,你拿去幹什麼? 我前陣子要錢周轉,拿去用 二千萬,什麼事要用這麼多錢? 不是,爸爸 那件事我已經搞定了 那Yoyo呢? 我幾天沒見過她了 她去哪裡了?你之前說離婚有什麼… 她有事忙,那就走開了,遲點回來 立刻打電話給她 打電話給她?我又聽到聲音 我打電話給她了,那她的電話不通 戶口沒了二千萬 幾天又見不到你老婆 娘,究竟發生什麼事? 爸爸,我告訴你,但是你別生我 你說吧,我們是父子,我生什麼氣? 你別生氣了 Yoyo被人綁架了 那些綁匪要二千萬,我就拿去贖她 你不是吧?你這麼大的事 你不跟爸爸說? 對不起 麻煩他找阿Sir,Yoli上來 麻煩,不好意思 我們可以單獨跟你兒子聊 當然 阿高先生,請問你多久沒見過你太太? 有四、五天了 四、五天沒見她,你不覺得奇怪嗎? 我們之前不是經常見過 而且她經常飛 所以沒見四、五天是很正常的 那你最後一次見她什麼時候? 十四號下午 她有沒有說她會去哪裡? 沒有 那綁匪什麼時候聯絡你? 十六號上午 當時有什麼情況? 我當時在公司 突然接到一個電話 就是那些綁匪打來的 她說Yoyo在他們那裡 他們有給我聽Yoyo的聲音 然後就拿上我要二千萬元 為什麼你不報警? 他們說不可以報警,如果報警施票 那你當時是怎樣交贖款給她呢? 還有在哪裡交呢? 他們約了我第二天 即是十七號下午 在一條天橋那裡把錢丟到車上 你當時有沒有看到肥徒的樣子? 沒有,我當時把錢丟掉之後 我馬上離開了 我以為他們會放人 誰知道我沒有消息 那你有沒有留意到接贖款的車刑 車廢或者車牌? 沒有,我交了錢就回來 我真的很害怕 那我爸爸不就叫我報警? 根據CCTV記錄 姚嘉儀最後一次出現在高家 在十五號上午十點十四分 之後一直沒有她中營 我現在還沒掌握的 就是姚嘉儀被捉的位置 匪徒的身分 以及他們躲在的地方 我已經派了伙伴在高家家 寫好東西 只要綁匪再聯絡他們 就有機會跟蹤 我和神童問過附近的鄰居 他們說出事當天 都沒見過姚嘉儀 你不覺得有什麼特別事發生 那暫時可以排除高家附近 是姚嘉儀被捉的地方 難道綁匪是故意引她去某個地方 才綁架她? 因為我查過她平時出入地方的CCTV 案發當天不見她的足跡 她出去了 又沒去過她平時去過的地方 她到底去了哪裡呢? 雯姨姐 你跟博士去問問交通部的同事 有沒有監控捉到姚嘉儀的車? 是, Sir 既然高亮已經交了熟款 為什麼綁匪還不肯放人? 我覺得可能是看她給得這麼爽手 所以想作託她一筆 十宗有九宗都是這樣 她的電話紀錄, 出了什麼樣子? 電信公司剛剛給你了 她還有一個聯絡的人 是文靖, 文律師 我是約了Yelo十五號晚來的 有什麼事? 她昨天有賣盤, 要簽買賣合約 不然我上次碰到你那間 我問, 買家那晚要飛, 約了六點 但她最後也沒來 那你最後跟她聯絡什麼時候? 下午四點三左右 那你知不知道她跟買家有沒有糾紛? 沒有, 兩邊都談得很愉快 不過那天之後我也找不到她 原來被人綁架, 你們一定找到她 我相信, 我們警方一定會撐 不好意思, 想問問洗手間在哪裡? 你出去轉右就是了 謝謝 怎麼樣?你跟女朋友怎麼樣 這句話見到你 有新鮮一點嗎 你只是關心而已 沒問題,還是關心 對不起 喂? 喂, 是的, 七點半兩位 謝謝 你約了人七點半嗎? 現在六點半了, 不要遲到 她正在做事嘛, 她明白的 關於姚家儀還有些事情想問你 好, 你還想問些什麼? 太久了, 完全不動 拖, 你有事先做, 先不用檢查我 不要緊, 只是順路 不用了, 我也趕時間 好 到了, 要走了 你先去吧, 謝Sir找我 怕收不到 好 謝Sir 那件案子的資料已經解決了 我叫Money車發給你 好的 不好意思, 剛才做事遲了 自車也遲不了 不要緊, 你做的事都是這樣 不過無論這次你多遲都沒有 我也會等你 你吵了東西嗎 我早就幫你點了, 你喜歡吃飾 我問你喜歡的燒龍花 讓你細心 我們先吃東西 好 對了, 你在英國那邊的英國人 其實沒機會可以叫你回香港 我也不肯定 其實…我有話想跟你說 甚麼 我們分手 麻煩你 我想我們真的不適合大家 我不是一時衝動 我在Landa那邊已經想了很久 最終才學這個決定 真的嗎?我算壞了 我真的想得很清楚 對不起 我不是一時衝動 惠山, 吃糖水了 謝謝, 讓我先看這段新聞稿 看甚麼看得這麼入神 沒有, 看行家怎麼看這個 是個明日家園計劃而已 明日家園?這期賣行廣告的 說什麼個個有屋住, 人人做業主 真的?不是好 這個計劃十項未有一片 人人做業主, 我想多難 是嗎? 但是幾個大徐全攜手合作 連政府也撐 你今晚去不去這個記者? 不去, 去來幹什麼? 當然去吧, 有好處, 又吃又拿 這個世界哪有免費午餐 吃完飯要幫人寫稿, 吹水 既然是這樣, 不如在家吃韋太糖水 那你多吃幾碗 有沒有留給兒子? 當然有 不用了, 人家今晚約了K姐 哪有這麼早回來? 約了K姐, 晚點回來? 我也是這樣說, 不回來還好 他們是這麼說的, 你真是這麼想嗎? 哥哥 怎麼這麼早回來? 你不是去撐桌子的嗎? 整晚沒回來 這麼面子, 你沒事吧? 雪糕, 我們去外面了 我剛剛才帶完他去外面 多下一次, 或者以後都沒機會 你什麼?什麼沒機會? 我打K正式分手, 遲些雪糕會跟著他 你別走, 怎麼會分手? 端端怎麼會分手? 打架吧 你怎麼說是媽媽? 我想我們真的不適合大家 我不是一時衝動 我在Lander那邊已經想了很久 最終才學這個決定 阿K不是這麼貪污虛榮的 就是這樣, 在這個世界上 所有的女人都知道被人疼, 都知道被人憑 你可以做一些令他意想不到的驚喜 是否他開心的 你也試試看 不懂的 我教你 你知道我忙了 你不覺得你談給我聽 或者我們一起談會開心點嗎? 不用我聽你談也很開心, 好嗎 對不起 你好 是靜如深海, 他會有什麼事? 沒事的, 我們的兒子很硬 但現在大哥被人飛 感情這麼久, 怎麼會沒事? 不, 昨晚我去廁所看見他門檻, 我看進去 他睡得輾轉反側 不如你進去跟他聊聊 好 這些事情男人跟男人比較好聊 對, 你真的看得起我 我還沒失戀, 怎麼跟他說? 別騷擾我, 我也沒失戀 這麼老的事, 我不做 那就是大家都沒失戀, 怎麼知道 來… 好… 早安 早安… 還以為你還沒醒, 別叫你吃早餐 睡得爛了, 趕不及了 各位客人, 稍後幫我放狗 行… 我翻過了, 再見 再見 為什麼他睡醒一覺好像沒事? 我也說了, 我們姓葦的很硬 什麼事都沒有 你們真的這麼想大哥嗎? 不是嗎? 我擔心他死撐而已 打招呼 好 睡了很久嗎? 等你多久都要等的 我買了一張東西給你了 還有禮物?什麼? 香薰座?什麼味道? 放在這裡 很厲害,好嗎? 等你整天都這麼精神 適合 好,我們走吧 怎麼說? 大哥,你什麼時候到? 好,就在這裡 高先生,現在我們幫你重組案情 麻煩你將當日的過程 盡量詳細說多一次,做多一次 過程我們會錄下 明白 你是什麼時候收到勒索電話的? 我老婆失蹤之後第二招 高先生,你意思所說的第二招 是不是十六號的早上? 是,那一招有個男人打電話給我 是用我老婆的電話的 他說我老婆在他手上 我頭頭也不相信 然後他就讓我老婆聽 我老婆哭得很厲害 那我就跟他說你千萬不要傷害他 我什麼都可以 那接著呢? 然後他給我24小時,要我籌兩千萬 他還提醒我千萬不要報警 要我報警就撕票 那這件事你有沒有跟任何人提及過? 你這麼大件事沒找人商量嗎? 因為我爸爸在忙著選舉的事 我不想麻煩他 而且我覺得用錢解決的事 沒用錢解決,我就自己搞 那那些綁匪什麼時候再打給你呢? 17號下午 那時候他叫我自己一個人開車 來到這裡,我的車停在那裡 我下車,他要我走來走去… 最後…來到這裡 在這裡 不用到處看 你馬上把錢放在下面的馬路上 放在馬路上? 不想你老婆有事,就照我說話做 好 高先生,謝謝你跟警方合作 有需要的話,我們隨時會再聯絡你 謝謝 麻煩你們真的要救多我老婆 放心,一定要盡力 那我可以走了 你說這群賊是聰明還是笨蛋? 這麼舊的招式也有得出賣 頭,我已經查過高家連續五天的錄影紀錄 自從15號10時14分開始 姚家儀離開家,就沒再回去 運過附近的鄰居,都是沒問題 我已經去交通部申請事發當日 高家附近的CCTV紀錄 希望可以找到姚家儀的遇害地點 現在還在等她們的影片 要快? 是,Sir 對不起,大哥 頭,我重新再查過姚家儀的通話紀錄 發現除了她的幾個朋友 和工作上有關聯的人之外 聯絡得最多的是文靜律師和何慧廉 Yoro被人綁架? 是,所以希望你能提供資料給我們 好,沒問題 賀Sir,上我們唐特 想問你和姚家儀到底有什麼關係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們是朋友 普通朋友還是公事來往? 她是我以前的鄰居 我和她家人都算相熟 大概是多久之前的事呢? 十幾年前,但現在我和她家人都還在聯絡 Yoyo之前去高市集團工作都是任何解釋 那你和高家的關係也挺好 我家人和高家的確有點冤氧 那你最後一次見姚家儀是什麼時候? 應該是十天之前 我們查過電訊公司的紀錄 發現在姚家儀失蹤之前 十一、十二和十三號 你們分別有三次的電話紀錄 而最短的一次也有二十分鐘 你不是想問我們說過什麼吧? 這是我個人私人 你不想回答,勉強 但我只想知道 你有沒有發覺她當時有什麼不同? 我想讓你先出去出去嗎? 我出去? 是,Sir 是,Sir,你都知道一宗綁票案 一天還沒找到綁匪,欲心都有危險 而你現在說的每一句話 都是破案的重要線索所的希望 你可以和我合作 我明白 本來這些事涉及Yoyo的私人 我是不方便說的 但有件事我不知道說出來 會不會對你們的調查有幫助 十天之前,她約我見面 你今天心情很不同 是呀,我終於想通了一些事 那就好了 難怪不得這麼輕鬆 我決定了,我要和她離婚 這麼突然? 真的沒有彎曲嗎? 不可以再和阿良她談談嗎? 我認識了一個人,去得很好 我想我很快就可以離開這種生活 好,那你知不知道她所說的是什麼人? 不知道,我也沒有再問她 Yoyo的感情事 我希望你可以幫她報仇秘密 好,如果有了什麼需要 我可能要麻煩你再回來幫忙 只要是幫到Yoyo的 我絕對樂意 先走了 她說什麼?阿珊姐,想認識別人的 這傢伙,裝模作樣 何Sir? 她剛才跟韋Sir在後宮房內 後宮說到關的時候 突然之間不想在這裡聽 為甚麼 我怎麼知道,總之有古怪 站在這裡幹甚麼 阿頭,我們一直找人監聽高家的電話 暫時沒有人找高亮 本來我們以為 那些綁匪想多作高亮一筆 但現在這麼久都沒有找他們 我想姚家宜已經… 至今跟我再去高家看看 甚麼環境 Sir,別碰到 Sir,你有事找我嗎? 不是 這件案子我們通過了給教空部 我們來查耀家宜綁票的案子而已 是嗎? 現在查得怎麼樣 有沒有少奶的消息 她會不會有事? 正在查的 不是,你們不要只在這裡等 要主動出擊才行 不如你告訴我應該怎樣主動出擊 不好意思,Sir 不妨礙你們了 蓮姐,你搞什麼? 我看見少奶的花乾了 拿去淋水而已 現在明天晚上太陽,你淋水了 你不認識就別搞了,好嗎? 你這麼兇,不搞就不搞了 老爺叫你洗車 你洗了沒有?自己的事都還沒做完 對,你放心吧 你不怕 老爺,我罵你 兩位,Sir 昨天去少爺小拉房看看 是 這邊 謝謝 兩位,Sir 左邊是少爺房,這間是少爺房 你看那邊 怎麼看不見了? 蓮仔 阿龍 我想問你有沒有看到那個紅白藍袋? 沒有…你有沒有搞過車上的東西? 誰有空搞你車的東西? 不是,我到後面有一個平安符 我不知道你什麼平安符 我還以為你不見到白藍袋這麼緊張 不是,剛才你掃的東西有見過嗎? 沒有…你也找到垃圾,真是 你看,有沒有…看清楚一點,有沒有 這個平安符對我很重要 慢著…你看看你的鞋 謝謝… 真是…緊張得過你 看你這麼緊張,誰送給你的? 女朋友嗎? 不是,是朋友而已 看你?臉都紅了,猜猜你 還說不是 再見… 你說的我 candy嗎? 你看你那種紙 das? 臉都紅了… 你真的有點瑚人 還好嗎?